中国历史小学堂 那他的主要民族呢 有华族、怡、荣、狄 还有这个蛮 这五大种族 那这个当时流通的货币呢 也是跟前朝就是下朝一样 是用贝币 就是贝壳做的钱币 不是贝币哦 是贝壁就是贝壳币 那这个商朝呢 他们的语言也是用雅言 也是跟下朝一样 因为时代超不了多久 所以就是语言是通用的 那他们有自己的文字 那就是这个很有名的叫做甲骨文 那这个商朝呢 大概是五百年 然后他大概有三十一任皇帝 对他就是有三十一任皇帝 那这个 商朝怎么建立的呢 那这个商朝呢就是在前 十七世纪呢 这个明条之战 打败了这个下军 因为当时下节 荒淫无道嘛 所以这个商朝的这个 陈汤就打算来推翻这个下节 所以就在这个明条之战 打败了下军 那这个商朝这个商帝 就是这个地方是怎么来的呢 那传说呢 这个陈汤的第十四代祖先呢 是这个 帝靠就是这个 上次我们讲那个 那个什么 三王五帝 那个帝靠的儿子 叫做契 那这个契呢 因为当时帮助这个大禹 他治水有功嘛 所以这个帝靠呢 就把他封在一个地方 就是我们现在知道的这个商帝 那这个商帝呢 大概就是现今的这个河南商丘 那这个 因为这个契呢 他不是 他有那个十四代子孙嘛 那他第十四代子孙就是 我们知道的这个商汤 就是建立商朝的人 那这个商朝呢 其实他也有一个 就是一个名称啊 因为以前这个商朝的人 他们非常的会做这个生意 所以现在 嗯 会做生意的人 我们都叫他为商人 好 那 因为这个 嗯 陈汤他毕竟不是神 他也有这个过世的一天 那这个陈汤过世以后呢 就由他的孙子 就是这个太甲 就是 继承他的皇位 因为这个陈汤啊 他有一个很贤能的成像 叫做伊寅 那伊寅原本是他的厨师 那后来接受这个商汤的提拔 然后就变成了他的成像 然后这个伊寅呢 因为他也是一个非常贤民的一个成像 所以 因为当时的这个皇帝还小 所以他就辅助他 结果有一次这个太甲呢 因为不遵守这个 陈汤的命令 所以这个 嗯 这个 伊寅呢 就把他放逐到这个陈汤的墓地 哇 送到坟墓哦 以前的人还真的很严哦 那这个 就把他送到墓地 反省 那就让他反省一阵子过后呢 因为这个伊寅觉得他有反省之后 又把他接回宫来 继续的当皇帝 那这个商朝早期呢 因为这个黄河的水灰泛 所以这个当时也算是名不了身 就是民间有这些疾苦啦 那这个 到这个第二十位皇帝的时候 就是这个盘庚 他就迁都把这个都城 迁到殷这个地方 所以我们现在也称商朝为殷商时期 就是殷商啦 因为他的都城是在殷这个地方嘛 那所以这个就是有盘庚 这就叫做盘庚迁都 那盘庚之后呢 又有一个很贤名的皇帝 就是他的这个 他的侄子叫做这个武丁 那武丁呢 他是一位也是一个 也是一个非常勤劳啊 然后这个能干的这个皇帝 那这个武丁呢 因为他前面有一个武字嘛 对不对 所以我们就能联想出 他应该就是打仗 对他是打仗 他把他周围的这些小国啊 全部打败 然后扩大这个商朝的领土 那这个武丁过后的君王呢 就没有几个是有名 就没有几个贤能的啦 所以呢 他们的名字因为太多了 所以我怕这个编辑的这个地方 我放不下 所以我会把它放在下面那个 介绍栏那边 请大家去看 如果有兴趣的话 可以去那边看 那这个武丁呢 他就是因为 最后他的这个子孙呢 都是默默文 那到最后一任皇帝 就是我们知道的 最残暴的一位皇帝 不是最残暴的皇帝之一 就是我们的商咒王帝心 那这个帝心呢 因为他 其实他这个 年轻的时候 是有历经图示过啦 然后 那传说他也发明了这个筷子 因为他在 有一次他去 去游玩的时候呢 他就顺手拿起两根竹子 两根竹子的这个枝条啦 那就拿来夹这个肉 他觉得非常的好用 那后来后面他就变得 非常残暴啦 因为他重信着 一个 呃 一个美人啊 叫做达己 那达己呢 因为在封神演义里面 大家要知道 他是 这个狐狸精变的 因为这个 咒王呢 他惹怒了这个 女窝娘娘 结果女窝娘娘 就派三位 呃 美女下去 诱惑他嘛 结果最后 这个 呃 因为这个 咒王呢 就失去了明星 这个 咒王 因为他盖露台 需要非常多的经费 所以他就把这个 税收再往上提 然后呢 他又叫了 征收了好几万的民工 来为他 盖一个 嗯 露台 就是要让他跟这个 就是这个达己啊 在一起游玩的这个地方 不是游玩 就是看美景啊 喝酒这个地方 那他也发明了一些残酷的刑法 比如说炮老 炮老就是他 嗯 最残酷的刑法 就是 把人绑在一个 烧红的铜铁上面 对 就是烧 烧红的铜铁上面 然后被烫了这样 那这个 喪作王呢 就觉得 嗯 看得很过瘾 所以我觉得 这是非常变态的一种行为 那他也发明了 一个 一些很奢侈的东西 比如说 九十肉铃啊 对 然后他 其实还有发明了一种刑法 叫做 蛇骨玉 就是把人丢进去蛇 装满蛇的一个坑里面 然后再 让这个蛇 把这些人都杀死 那这些 这个 喪王呢 其实他也杀了非常多的忠诚 因为 他也 嗯 听信这些小人的话啦 就是这个 肺重 还有这个 油混 这两个 嗯 小人的话 那他也杀了一位 非常 嗯 嗯 这个 忠心的这个忠诚 叫做 笔干 笔干就是 破心而死 因为这个 嗯 这个打击的关系 所以他要这个笔干 破心而死 那 顾名思义呢 就是把自己的心 挖出来 然后献给周王 那这个 嗯 这个当时 他这个 在他的西边 有一个国家叫做 周 这个地方 那这个周呢 就是我们所谓的周朝辣 那这个 周的皇帝 第一任皇帝就是周文王姬昌 那他遇到一个非常 嗯 好的一个军师啊 就是我们知道这个 江子呀 是嗯 这个 嗯 这个 中城里面有排名都是蛮厉害的一位人物 那这个 嗯 姬昌就因为有江子牙的辅佐 结果就在这个 嗯 这个叫做什么 这个叫做 木爷之战呢 打败了这个周王 那这个周王就 嗯 把那个露胎 烧了自己也跳进去里面自焚而死 那所以商朝就这样被周取代了 那这个商朝也灭亡 OK好 那今天商朝讲完了 所以我影片也到此结束啰 那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的话呢 请在影片下面啦 按个赞 然后也请大家多多支持我这个频道 就是订阅我的频道啦 好那我是Renny 现在我们下次再会 拜拜